在罗马书里面 我们从一章开始 到读到今天十一章为止 包括十一章完后 有很多内容是处理关于以色列人 犹太人的内容 那作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作为我们今天的外邦 中国人基督徒来说 我们可能会觉得有一些距离感 为什么保罗 他在罗马书里面 处理这么多关物 跟我们没有关系的 没有直接关系的犹太人的事情呢 我们需要从三点方面来考虑 第一点 就是当时罗马教会里面 在罗马的基督徒当中 初代的基督徒当中 很多人都是犹太人 然后又混合着外邦人 我们十六章里面 看他们问安的时候 里面的名称 就知道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名字 混在一起的 所以在当时的处境当中 就在教会里面 已经面临着这个犹太人得救 外邦基督徒怎么去接纳他的问题 加拉太书里面也出现了 以夫所书也出现了 可见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 如何在基督里合一的问题 旧约礼仪的问题等等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处理教会和睦和义 必须要处理这个问题 这是第一要处理的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处理了很多 第一方面打压犹太人的骄傲 后面回头 我们这个处理之后 又回头又打压外邦人的骄傲 让所有的人都谦卑在上帝面前 所以这是第一点 要处理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点 我们透过罗马书也可以看到 他在处理犹太人的时候 解释了犹太人这个民族 犹太或者以色列这个民族 在上帝救赎计划当中 在上帝救赎历史当中 在那个历史当中 它的位置是什么 我们管信福音 我信耶稣就得救 但这个福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是从旧约上帝的应许 逐渐一直到延续到今天 到耶稣基督降世 到升天 到使徒们传 是脱离不开 在旧约当中 神在以色列 所以荣耀 诸约 英许 都是他们的 先祖是他们的 为什么 上帝在救赎计划展开的过程当中 先拣选了犹太人 所以避不开讨论犹太人 这个对于我们 理解上帝在历史当中 我们今天只要信耶稣 就得救了就可以了 但是要真想深入理解 救恩 救赎福音 救赎计划 我们不得不去理解 旧约当中上帝 和以色列人的关系 以色列人和今天 我们所信的福音之前的关系 那第三点 我们为什么要读这个呢 对于我们今天中国人来说 不仅是理解当时幕会的需要 写书信当时的情况 还有就是上帝在 他救赎计划当中 以色列民族的特殊位置 然后再也就是 像保罗所说的 这些人 这些事 记载在圣经当中 好做我们 借鉴 警戒 我们 虽然他谈到的是 在旷野当中是 也是关于以色列人的事情 以色列人如何 蒙了神的拣选 但是他们又 得救的人少 前面已经解释了 乃是因为他们的无知 他们的悖逆 他们的骄傲 他们的恣意等等 他们就拒绝耶稣基督的福音 耶稣基督来到了自己的地方来 地方来 自己的人却不接纳他 这就是指犹太人 第一是指犹太人 约翰福音一章里面谈到了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看到犹太人的时候 至少我们从在这个三方面来理解 当时的处境 然后救赎使的意义 然后第三 他们成为我们的警戒 他们如何不信 他们在为什么在信仰上办到 他们的责任是什么 作为我们的警戒 然后作为反面的 全面的 多方位的去理解福音的本意 那保罗在谈到了 以色列百姓是神的百姓 神拣选了他们 先祖荣耀诸约都是他们的 问题是又讨论到现实当中 为什么犹太人当中信主的人少 得救的人少呢 一方面谈到了神拣选他们 另一方面为什么他得救的少呢 难道上帝就弃绝了他的百姓吗 所以有这样的疑问 保罗第一句 十一章第一节里面 第一句肯定的答 断乎不可 这是保罗区分段落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方式 十一节你看 我却说你们施脚是要他们跌倒吗 断乎不可 前面有几次出现这样的 划分段落 讨论一个主题的时候 先以一种疑问的事 然后做出一个否定的肯定的答复 来开始他的论述 难道上帝弃绝了他的百姓吗 上帝不说拣选他们了吗 为什么现在得救这么少呢 难道神的去抛弃他们 曾经应许曾经与他们立约 然后就抛弃了他吗 断乎 没有 因为我们我也是 所以为了证明这个事实 保罗提到了两个论据 第一个论据是他自己的例子 第二个论据就是三节里面出现的 二节三节里面出现的 这个以利亚的事件 那首先他谈到了自己 他说我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 上帝真的抛弃以色列人了吗 没有 第一最有利的证据 我扫罗 我保罗也是以色列人 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这是按肉体来说的 现在是按血统来说 是贝亚米支派的 扫罗 保罗呢 他是生在外邦地 这个基利家的大树 他在那里生长 然后在那里接受教育 然后他父母是西伯来人 他是正统犹太人 然后西伯来人 然后他又受到这个严谨的 这个法利塞派 加玛列门下受教等等 他虽然是属于这个散住的犹太人 但是他血统上 从教育上 他是正统的犹太人 虽然不是住在伊罗沙兰的犹太人 散住在世界各地这样的犹太人 但是他提到了他的家谱 我是以色列人 我是亚伯兰刀营 我是边亚米支派的 一般我们注意旧约里面 犹太人的这个旧约里面 特别是贝鲁归毁 耶利米啊等等 提到那些家谱不明的人 一般说他们是不洁啊 从血统上 所以一般介绍的时候 介绍人这个人是他父亲什么 他妈妈是什么 介绍王或者介绍某个人 介绍耶稣基督书 也罗列了那么长的家谱 为什么 身份的合法性正统性啊 所以我是以色列人 我是亚伯兰刀营 我是边亚米支派的 可以说出来啊 可以说出来 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鲜活的见证 他是犹太人 他是以色列人 但是他也蒙恩了 他也蒙生拣选 然后他有费于救恩 有费于这个福音 可见我个人经历也足以证明 上帝没有丢弃这些以色列人啊 没有丢弃他自己所拣选的百姓 然后他就做了一个前面一解释 以众疑问的方式 二解就是正面肯定的陈述啊 上帝并没有弃绝他预先知道的百姓 待会我们会解释 是什么叫预先知道的百姓啊 紧接着二解下半解 他又拉出了第二个证据 第二个证据 两三个人的见证是 他自己是个见证 还有以利亚啊 你们岂不知 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怎么说呢 你们岂不晓得都知道 都晓得旧约 那甚至这个登山变像的时候 耶稣基督在登山变像的时候 变像山上的时候 其中有两个人物 旧约当中两个人物 一位就是摩西 另一位是以利亚啊 那以利亚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 是非常著名的一位先知 虽然他不是那种写作的先知 他是警戒以色列百姓等等 那这个光辉事迹 大家都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甚至犹太人 难道耶稣来了 就是那个上帝所应许的 那个以利亚吗 施洗约翰是不是 就是那位要来的以利亚呢 等等 以利亚绝对是清楚 他的事迹当然知道 岂不晓得 就你们一定会知道 你们必然知道 那论到以利亚的时候 他怎么说的呢 他在上帝面前 怎么控告以色列人呢 三姐 主啊 他们杀了你的先知 拆了你的祭坛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 说我的命 三姐 这是引用列王纪上 十九章十节的经文 那里面描述了 当时的王是亚哈王 以色列国的王 北国以色列 亚哈王做王 他娶了一个恶名昭著的妻子 叫耶西别 耶西别 他就把自己本族的那些什么 亚瑟拉呀 巴利呀 那些先知 那些信仰就带到 以色列地 然后 这也是上帝为什么警戒他们 不让他们与异族通婚的原因 怕成为他们绊脚石 软弱 男的 再厉害的男人 你看历史上 再厉害的男人 无论他打败多少人 他唯一打不败的就是女人 亚当倒下了 大卫倒下了 所有的历史上 所有这个厉害的男人 基本都是 捕手称臣在 虽然是表面上 这个男人统治天下 但实际上是女人掌握着很 很重要的关键 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 这个不是什么气管炎的问题 这是命运 这是命运 男的挣了钱 这个通胀什么的都带上交 这是很好的传统 合乎圣经的 什么意思呢 亚哈呢 所罗门呢 都一样 亚哈呢 他因为他妻子的缘故 就在以色列地 他们亡嘛 又是亡 亡后 结果 使全地都陷入到这种 偶像崇拜的里面 那后来呢 神兴起以利亚 结果呢 以利亚就一对八百五十人 四百什么巴黎先知 四百五十名 什么亚世拉 祭司等等 就在加密山上 我们都看到著名的这个事件啊 结果大祸全胜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情 依西别一听 小子竟敢跟我干 一个这个乡村的传道人 竟然跟国家的这个皇后做对准 这是没有好果子吃啊 结果就是依西别最擅长的 就是伤害主的先知啊 然后他说 我若不让你像跟这些被杀害的这些假先知和祭司们一样的话 我就不信 然后结果以利亚听说就吓跑了 对不对 所以以利亚出现了什么光景呢 他面临着被杀的光景 他在跑的过程当中 上帝显现 然后他就跟上帝说 你看我这么大发热心 结果众人都被理你 当时的处境是几乎是通国的 整个教会啊 旧约的教会 整个教会从王到百姓都是败坏的啊 所以看不到任何希望 出来跟异教 跟异端 跟拜偶像 征战的 只有以利亚一个人啊 结果是特别绝望的一种时代 完全信仰堕落消沉的时代 以利亚从他跟上帝抱怨的 这个时候说的某种程度是现实 他所看到的是真实的情况 他说众人都 都这个拜偶像了 然后甚至剩下我一个 还要弄死我 然后四节上帝回答 怎么说呢 他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 四节是出于这个 《猎王纪》上十九章十八节啊 那在这里面说到 眼见当时的局势 一片黑暗 好像全民都堕落了 实在是令人沮丧的光景 看不见那些 持守真道人存在 好像就剩下以利亚了 然后还面临着被宰的 被杀的这种情况 但是上帝却给以利亚 看见了另一个场面 为自己保守 隐藏了七千人 当然这个七千人不是准确数字 是个整数 上帝为自己准备了好多人 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 而这些好多人呢 是我们一般人所没有看到 没有注意到 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片黑暗 但是上帝说 他却为自己存留了 在那个全民堕落 全民腐败 连王到祭司到君王 到所有的人都腐败的时候 那个恶一端当道的这个事情 一般成为主流的 既有政府的支持 又有这个权势的人的支持 而且人数上众多的手 福音面临着 已经消灭的这种情况下 以利亚以为就剩自己了 但是上帝说 还有很多七千人 未曾向当时的宗教巴黎屈膝的 就是持守信仰向神衷心的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即便在那种光景当中 上帝仍然保守他所拣选的人 纵然都被盗 但是那些属上帝的人 谁上帝知道谁属他 上帝会留意 特意保守他自己的百姓 以至于在那个弯曲悲逆的时代 不至于同流合物 不至于被盗跌倒软弱 这是上帝的作为 然后五解里面保罗说 如今也是这样 保罗就把以利亚那个时代 和保罗当时的时代 保罗当时的时代和以利亚 做了一个对比 一样 如今也是这样 前面我们说到了 犹太人绝大部分人不信 那个荣耀的诸约 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 那个约那些礼仪 那么多轰轰烈烈的 神的祝福应许 但是现实呢 教会却显得这么软弱 惨淡 福音这么衰弱 犹太人 以色列人 信的人却悉数 难道上帝真的遗弃他了吗 难道上帝真的失败了吗 上帝救赎计划 就这样失败了吗 保罗说 如今也是如此 如今这个光景 和以利亚当时的时代一样 也是这样 上帝为自己保留了一定的数量的渔民 无解说 如今也是这样 照着拣选的恩典 还有所留的渔数 前面说 照着上帝拣选 上帝在那个时代当中 为自己存留了七千人 如今也一样 照着上帝拣选的恩典 还有所留的渔数 这个渔民的概念是从这个先知书开始渐渐的出现的 被鲁归回的渔民 那些因着背叛 被上帝审判 鲁略到列邦 只有少数人 大家看历史的时候 这个圣经历史的时候 被鲁的人 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 鲁归回来的时候 少数的犹大支派的人回来 所以后来我们称他们犹太人 犹大人 犹太人 那少数人蒙保守 很多人 王已经下令了 是吧 然后你们回去吧 我们给你军队 给你们这个钱 然后让以色列百姓随意的回去 但是真正甘心 乐意回去的是少数 这些人是神在那个时代的渔民 圣余下的 神真正的选民 这是从外表来看 那按照拣选的恩典 上帝仍然保留余数 那些愚民 那些选民 这里面说到照着拣选的恩典 有余数 那六节紧接着说 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 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那保罗在这里面解释说 上帝拣选的恩典 拣选的恩典 他特别注视了什么是恩典呢 前面虽然也解释了 恩典就是不在乎行为 恩典排除所有的功劳 上帝拣选不是基于他预先知道我们会信 这个行为 上帝拣选不是基于他预先知道我们会做某种善功 我们学要义的时候也谈到了罗马天主教 他们在上帝称义的这个恩典的座位里面掺杂了行为 虽然他们认为的行为是成圣的果子 还有其他的义端 比如说柏拉旧主义那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完全不需要这个恩典 他们自己其实人靠着自己的意志 因为他不承认人完全败坏堕落 所以人可以靠着基督的榜样激励 我们自己自发都一直就可以做到神喜悦的行为 所以人自己爬到救恩天国就可以了 那半柏拉旧或者是阿弥念主义 他们是承认比较谦卑承认人是堕落败坏的 但是不完全败坏堕落 人在接受上帝预先给我们这个恩典上 人有自由去决定接不接受 当人接受的时候 软弱的人靠着上帝恩典的帮助 这种合作协力 人就可以来到上帝面前 可以信基督 所以他也保留了某种人的行为的 或选择或拒绝 接受这个恩典还是拒绝这个恩典 取决于你自己 所以他也为我们人的这种善功和行为 留了空殿和余地 但是从过整个圣经我们看 完全不在乎我们自己 在信的事情上 好像是我们信了 我们听了福音 我们理解了 我们告白接纳耶稣 但是保罗在解释这样的过程当中 他又让我们看到深层的 神拣选的恩典 和背后里面有效的护照 所以照着这个恩典不在乎行为 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前面解释都说 做工的得工匠 那个是应当的 那是公义的原理 我们上周三也谈到了 与我们是白白的 为什么 上帝基于他的怜悯和恩典赐给我们的 我没有任何功劳 在救恩的事情上 我没有做什么 信心只不过是乞丐的脏兮兮的手 接过上帝的礼物而已 这个接过这个行为本身不是任何功劳 甚至接能够伸出手去接信 这个本身也不是出于我们自己 另一方面也谈到了 说到于基督呢 基督为我们赐给我们的基督的义 本身这个义是付上极重无比的代价 因为那是基督自己宝贵的生命 是任何代价都无法满足上帝公义的标准 或者说去赎买我们生命和罪恶的那个代价 基督支付了 所以实际上我们是白白等着了 但是这个恩典本身是重价的 恩典是白白赐给我们的 但是它却不是廉价的恩典 所以即使出于恩典就不在乎我们的行为 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 这样子这怎么样呢 以色列人所求的 他没有得招蒙检选的人得招了 其余的就成为网网不怕 所以我综合起来说 这里面提到了检选的恩典 蒙检选的人 然后呢留有余数 我们要整体要有个概念 以色列人整体 上帝的检选 然后余数 有不同的概念的区分 包括检选也一样 检选包括集体式的检选 上帝检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 是肉体的亚伯拉罕 肉体的后裔 以色列民族在西南山下聚集 这是上帝检选亚伯拉后裔 与他们立约 这个荣耀诸约都是他们的 这个他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肉体的后裔 犹太人以色列人 这个检选我们一般称为一般的 或者是外在的检选 民族性的检选 国家性的检选 在救赎计划里面 在救赎历史当中 这个民族他们担负着先知 祭祀君王的责任 虽然他们在历史上失败了 没有很好的旅行 那个真以色列 真以色列人基督来完成了 那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上帝检选这个民族 作为一个祭司的先知 这样的一个国度 这是外在的民族性的 集团性的检选 但是我们看保罗在这里面讲讲讲 讲到了另一个检选 就是实际上进入救恩 有份于神的国 这个检选 不是索尔亚伯拉罕的后裔 外在盟检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 都是真子孙 真应许的后裔 唯有盟应许的 那个盟应许的是 另一种检选 就是实际的 有份于上帝的国的检选 要区分这个概念 不然的话我们就发现 保罗在讲什么 好像混在一起这个混沌了 检选了为什么又不全得救呢 这个检选是民族性的检选 检选他们作为一个暂时的 历史上的 救赎史上的 福音宣讲上的一个 阶段性的计划 外族检选 然后在这个外在的检选的 所有亚伯拉后裔里面 有一些少数渔民 是上帝应许的 在创世之前拣选的 有份于基督的那些 真的以色列人 应许的后裔 所以这个是不同的概念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以色列人所求的 就是前面十章一节到四节 他们没有得到 为什么 他们不是凭着信心求 不是按照神的真理求 上帝的真理 是让我们透过信 耶稣是基督 有份于这个恩典 但是他们却试图 用自己的什么守律法 割礼 行为 他们虽然有对神的热心 但是他们却 不是按照真知识去热心 于是他们追求义 却没有办法达到义 为什么 没有人可以靠着 自己的力量 行律法 满足律法的要求 获得律法的义 反而这些不热心的 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只是凭着应许 信心 相信神的应许 他们就白白的接受了 在基督里应许 给他们的这个义 所以犹太人 以色列人所求的 他们没有得到 帮法的问题 那唯有蒙检选的人得到了 这个蒙检选的人 包含犹太人当中 以色列人当中 也包括外邦人当中 那些人得着了 其余的都成碗拱不化的 好 大家要注意 不止提到两种拣选 民族性的拣选 和救恩性的拣选 还提到了什么呢 上帝救恩的方法 上帝救恩的方法 上帝拣选了 创世之前 上帝永世当中的计划 这是隐藏的旨意 隐藏的旨意 我们不晓得上帝拣选了谁 但是 上帝向我们显明的 一般性的得救的方法 是透过应许 应许给亚伯拉罕 然后让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也把这个应许传给列邦 万族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这个应许是面临着 不只是犹太人 还有外邦 其他民族 所以福音传到列邦的时候 这个呼召就向着所有人发出 不仅是向犹太人 还向外邦人 福音就是神的救赎的应许 邀请的时候 所以你发现 上帝先把福音传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然后借着他们去传 结果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在永世当中 拣选的那一批人 在历史当中如何去呼召他们来呢 是透过福音 所以应许那些相信的人 相信神在福音当中 所应许的那个怜悯和救恩的人 他们就能够得救 得招在基督里的义 犹太人他们凭着行为行 不凭着信心 所以没有得招 因为上帝设立的救法只有一个 相信基督 旧约的人是遥望 那要来的基督 透过仪式所象征的 祭祀所代表的 应许里面所应许的 那个要来的那位 真正的神的羔羊 大卫的子孙 亚伯拉的后裔 遥望他要来的时候 就是有份于基督的意义 然后我们这些人是回顾 耶稣复活之后的这些人 是要相信这个已经来了 成就了救赎的耶稣 所以他们透过听信福音来相信 犹太人还要试图用自己的行为 受礼也好 受律法也好 靠着自己的努力 试图去获得这个意 结果没有办法获得这个意 因为他们拒绝以上帝的方法 上帝不只是设定了救恩的结果 救恩本身 还有领受救恩的方式 就是凭着信 借着应许来领受 结果犹太人 努力他不对号 努力错了 反而把自己 绊倒在耶稣基督这个福音上 自己跌倒了 那外邦人呢 他们只是凭着信就领受了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那些以色列人 犹太人 他们追求没有得着 唯有蒙拣选的人 唯有那些上帝在有事当中拣选的人 他们得着了 那这些人就是前面所说的愚民 那这些人呢 他们如何得着呢 就是他们信了 注意 神预定拣选 然后在历史当中 借着福音去护照 护照的时候 我们发现 也是福音虽然传播了 但是有些人信 有些人不信是吧 真正信的人是 真正经历内在的 有效的护照 护照也分外在的和内在的 就像我们传福音一样 去传福音的时候 有的人信了 真的信了 有些人同样听了你一样的 基本上那个福音内容 有就是到死为止他不信 不信的人是上帝 待会会解伤 信的人是上帝所拣选的人 上帝拣选的人 也上帝给他有效的护照 虽然人这个层面可能都是罪人嘛 混沌 都是昏昧 都是无知 都是软弱 都是瞎眼 都是盲目的 都是喜欢地上的 对天上的事物是一无所知 想都没想过 看都没看过 可目都没可目过 如同这个动物一样 我们的双目只是专注在地上 在土壤当中去刨那些根 根啊 什么碱地上的这个坚果吃 我们的灵性状态就是那样 但是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 向着他的选民呼召的时候 他会唤醒我们的意识 有效地在我们里面做工 别人我们也有精力挣扎拒绝 信主不信 之前那个一开始就拒绝福音这个过程 但是最终上帝效果性的 有效地使我们悔改 呼召我们 所以上帝不止预定拣选一部分人 随着他自己的喜悦的旨意 不是照着我们的功劳 乃是照着他自己的怜悯 他单方面爱我们的缘故 他拣选我们 预定我们要得有份于救恩 但是到了具体的历史的某个时间阶段 某个时空 某个时间点的时候 他拆遣别人来传福音给我们 他这是外在护照 然后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 有效地护照我们 使我们最终没有办法拒绝 以至于降服在他的面前去接受福音 这个就是神有效的护照 所以在这里面说 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照了 他们信了 按照神的方法 接受了神的护照 相信了福音 而这些相信的人是 内在领受了有效护照的恩典 那其余的人就成了顽梗不化的人 他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人不信 为什么有人信 信的人是蒙拣选的人 上帝在他们里面做有效的护照 以至于让他们信 不信的人 他们就成了顽梗不化的人 那些不信的人 为什么成为顽梗不化的人 这里面八节就解释了 上帝给他们昏蒙的信 眼睛 有眼却不能看见 有耳却不能听见 直到今日 说到了蒙蔽了他们的心 然后大卫也说 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络 变为基建 变为绊脚石 做他们的报应 愿他们的眼睛昏蒙 不得看见 愿你时常弯向他们的腰 这里面说到了使人昏蒙 大家要注意 拣选这个概念是 上帝在永世当中 在他设定计划当中 在逻辑当中是 上帝定义在将来堕落的人当中 有一部分人他要施恩给他们 不让他们在自己的罪当中灭亡 拣选他们 把他们从罪恶当中拣选 成为他施恩拯救的对象 所以拣选这个概念 已经预设了他们将来堕落 所有堕落的人当中 有一部分人成为蒙恩的对象 上帝要赦免他们罪 让他们领受福音 那其余的人就遗弃他们 就成为被遗弃的人 所以这是拣选的概念 遗弃的概念 那在历史当中 当亚当堕落的那一瞬间 罪的结果是带来咒诅 照着上帝的公义 罪的公价是死 吃的日子必定死 亚当没有蹊跷出血 肉体的生命终结 但是他的灵魂却死了 这个灵魂不是消灭了 是灵性与上帝隔绝了 然后他的身体继续延续 是因为上帝给他恩典 保守他 让他的生命继续延续 为了可能是福音的延续 对不对 亚当如果灭了的话 人类就不存在了 对不对 没有什么历史所谈了 亚当上帝继续让他活着 甚至活到930岁 让他多生多生 好让福音的种子 将来的那个女人的后衣 来成就最终的那个救赎计划 所以上帝没有马上灭绝亚当 直接照着他犯的罪 他的灵魂和肉体全部审判 直接终结 因为上帝要展开一个救赎的历史 所以存留他的生命 让他活到930岁 这是神的保存他生命的恩典 按照完全的公义的话 直接灭了他 就完全是公义的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当他犯罪堕落之后 他就落入到神的咒诅当中 神对罪的公义的审判 结果就是咒诅罪 照着罪的可恶性 因为他是冒犯神 对神的这种荣耀的冒犯 越权 亵渎等等 骄傲 不信等等 上帝就照着他的罪去 使与公义的咒诅和审判 祭司我们看到 献牛羊的这个过程当中 翻记 流血 剥皮 切块 烧在祭坛上 那个献祭的人就在那 恐惧战惊的看到那一幕 那就是视觉的那种教育效果 那里面包含着 羊如果不替我被杀 被流血 被焚烧 那种火烧就是象征着咒诅的意思 那我就应该成为这样的对象 高羊无辜的高羊 替我受了咒诅 我得了平安 得了释放 不然后我就要在那里 所以我们看到犯罪之后 带来的结果就是咒诅 咒诅其中一个就是人心智昏昧 自以为聪明 选择了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结果反而变为愚拙 这是重要的原理 当然离弃神的话 自以为聪明的时候 其实就是变得更加愚笨的 必然的结果 今天也一样 那些以自己的聪明 以为福音是愚昧的人 自己以为聪明 反而变得更加愚笨 自觉后路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当他弃绝神的话的时候 神咒诅 他的结果是 人变得更加愚笨 这个不是说好像我们经验当中 从这个原始社会 先不说原始社会这种定义 这种概念 已经已经这个以进化论为 这个为底蕴才说的这种原始社会 我们都用了这样的概念 所以用就用了 但是大家要注意 原始社会什么这样的发展 来排列历史 已经以进化论那个为前提的 但是我没有办法避免这个用词 但是用的时候大家要注意 那原始社会到现在 什么近现代的科技的发展 工业革命等等 我们觉得人变得聪明 这个不是指一般领域 是指属灵领域 虽然人这个什么AI 最近也是挺这个火的话题 但人对上帝 对属灵 对道德 对价值 对意义 对目的 这方面是越来越愚笨了 我自己这个在幕会当中 包括在网络上 有时候搞培训的时候 也就意识到了 现在年轻人不知道忙什么 有的那个同工问我 为什么这样 我说很正常 现在人其实网络上学习也多 到底学什么 心理辅导 这个培训课程 免费的收费的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这个网络发达了 好处是机会多了 不好处是大家就蒙圈了 到底哪一个要选 选择这个困难症 越多的时候就越不知道 这个人就有贪心 这个听说好要学 恐怕自己不学 就像自己家孩子不学 就辣那种自卑心理 就硬要学 这个也报 那个也报 搞得自己精疲力尽 到底哪一个真的要学 哪一个可以以后再学 哪个根本不需要学 他搞不清楚 反正大家都在忙 我也忙 忙来忙去精疲力尽 每一天都在忙 忙不着正点子上 真正要学 真正要认真对待的事情上 他根本就没有精力去学 所以那个人问我 为什么这样 我说很简单 就是根本他也搞不清楚 要学什么 每一天就盲目的忙 结果忙还忙不到重点上 学了十六三章 真正问他 都是碎片的 有些关键的东西 都搞不清楚 基督徒现在就是这样 不管是信仰领域 生活领域也一样 这个时代的人就是这样 天天忙 你要说你闲着 意味着你这个人混得不好 最近很忙 他成功不成功 赚不赚钱 忙就比不忙的好 闲着就等于失败 忙就是成功 现在人这种意识 所以你天天忙起来 以至于你灵魂越来越贫穷 以至于你都不知道你为什么活着 近一点 我们这些留学生 特别是神学生 来韩国有报复 我为了读神学 好好这个侍奉神 然后结果发现来了 这个又不能靠家里这个支持 对不对 自己懂事嘛 也得赚点钱 维持自己的生活 学费等等 忙着忙着发现 信仰开始就是松了 因为生活压力大了嘛 身体也疲乏了嘛 等等各种事情又应付报告嘛 本来是为了学神的道 去侍奉神 发现忙着忙着 这个信仰也软弱了 为着手段 为着学习 为着工作 为了工作目的是为了达到目的 对不对 工作只不是手段嘛 暂时的手段 然后学习也不是过程嘛 为了目的嘛 结果发现那个目的越来越淡化了 然后过程 自己就迷失在过程当中了 所以我的作用就是提醒大家 时刻保持警醒 到底我为什么活 你说我不是读神学 但是大家来教会都是基督徒嘛 对不对 都是为着神 任何牧师也好 所有的圣徒也好 每一个被造的人 理应该为神的荣耀而活 但是渐渐的我们发现 为着神 这个意识越来越淡化了 就繁忙的在生活本身了 我就迷失了 然后心灵也憔悴 还不如原来在这个国内的时候 比较单纯的时候 那个更爱主 更意识到主的同在 更敬畏神 现在信仰反而越来越软弱了 不是这样吗 为什么提这个 是让我们意识到 我不是要羞辱大家 我是要提醒大家 我们要保持警醒 忙可能也是一种诱惑 一种网络 让我们迷失自己真正的方向 要忙 但是要带着强烈的清楚意识 优先次序 哪个是我终极的目的 为着这个目的的过程手段 这个是不得已的一个阶段性的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我不能应征将来 我把我和神的关系放到将来 等达到那个目的 我再好好安神 不 既然那个是终极目的 那忙的过程当中 也竭力的 为着这个终极目的效力 什么时候死 我们不知道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我那是小学 四年级的女同学 我们那个时候 女同学 她家是我们班里面条件最好的 虽然她比较特乐 在家里条件最好 因为她父亲是矿长 然后后来我们一起去上镇子里面 去买东西 她很高兴 她又是女生比较强势 先跑到副驾驶里面坐着 然后结果车 当时那个年代路也不平 车一晃 她就抓着那个扶手 锁 结果她一晃 就甩出去了 结果被压死了 那一瞬间 给我带来很大的冲击 我俩没有什么任何关系 那个时候四年级 啥也不懂 傻乎乎的 就是那个事件 两个画面对比起来 用现在的话 两个画面就对比起来 前几秒钟 那种欢喜快乐 跟她妈妈闹 要买文具盒 女孩 然后她妈妈就有点会过 家里那么有钱 不给她买 后来最终拿着了清笔盒 高高兴兴的 什么粉笔 什么蜡笔等等 高兴的场面和 我们那个车 不得不又把她送医院 看她在医院里 躺着那个面色苍白那个光景 死后的那个光景 两个一对比的时候 马上给我 当时我还不信住 给我带来很大的冲击 人的生命到底是什么 几秒钟之后 谁能想到 她变成一个冷冰冰的尸体 我们将来的事情不知道 你不要说以后我做什么 现在 现在我所有的过程 都是要为着我存在的 那个价值和意义 不然的话 我这个过程 有一天结局还没达到你的目标的时候 我可能就在中途 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然后结果我这段时间都是虚度的 所以大家要保持警醒 我们无论是读神学的也好 读一般学科 因为大家都是基督徒 有的是父母是传道人 父母是基督徒 有的是我们是第一代基督徒 但是我们既然知道 我们活着就应该为神而活 在现有的这种有限的条件下 尽你最大的努力去爱神 现在很难对不对 打工的时间 写作业的时间 报告的时间 像小名声那个昼夜都 几乎我们看着就很辛苦 晚间上课 白天又打工 什么时候休息 什么时候上市场 向女孩买个衣服逛街 自己那种精神放松的时间 没有 以前打工在这个夜 也不是夜店 是打工打夜班的时候 那种状态 难道真是我们存在的 某个阶段可以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艰难的处境当中 我们如何不忘记自己 存在的目标 这个是牧师最担心的事情 因为牧师也是学生 虽然现在是读博 以前也从大学语学堂过来的 而且我是传道人 我也知道那种状态 搞来搞去我们人生呢 原本是为了梦想来的 结果梦想也失去了 信仰也维持不好了 本末倒置了 是不是 所以弟兄姊妹大家一定要留意这件事情 留意这件事情 对于不信的人 他们被咒诅之后 他们心智是蒙昏昏暗的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优先次序也都混乱的 昏昧的 然而在这样的人当中 那些蒙拣选的上帝开始点化他们 开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灵魂苏醒 使他们能听见福音 使他们能被上帝的爱感召 更新他们的心智意志 让他们能回应福音 这些人是蒙拣选的 但是其他的人就成完梗不化的 因为上帝给他们昏昧的心 一听起来这个我吓一跳 上帝竟然给人昏昧的心 犯罪之后上帝咒诅这些人 就成为完梗不化昏昧的 然后保罗在其他经文说 那些人既然不爱真理 神就给他们生发错误的心 罗马书一章也谈到了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提到两个方面 昏昧的心对应的是眼睛看不见 心灵里面昏昧了 对错价值判断 优先次序看不清楚了 眼睛也会出问题 耶稣基督讲到的时候 你眼睛是心灵的灯 你的心里面的黑暗要黑了 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 前面讲到什么 不要集财财宝在天 地上哪要集财在天 后面就讲到人的里面的光 为什么 耶稣不是仇富 他是指我们如何看待物质 那个价值判断 你到底为什么 为天上的价值还为在地上的价值 你为天上的价值 为地上的价值 你这样看待事物 原因是你里面的光的缘故 里面如果黑了 你当然只是集财在地上 所有的价值 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金事的 而不考虑什么神的名 神的荣耀 说到关键是我们里面的光的问题 里面如果黑暗 这个黑暗是何等大呢 所以就是这个 因着心昧昏暗 眼睛也会判断也会出现问题 所以我们要留意里面是不是黑暗了 为什么我们判断总是错错错错错错错的判断和抉择呢 然后后面说 这个宴席 世人就是什么 宴席 平安 宴席就是享受 平安其实最根本追求的幸福不就是平安吗 宴席变为网络 他们所追求的那个享受所谓的价值 成为他们网络 他们所追求的平安 结果却成为他们的陷阱 基建 就是陷阱 捕猎物或者杀敌人所暗设的这个坑陷阱 所以他实际说 愿他们的眼睛昏蒙 就是心灵蒙蔽 看不见 不明白 不清楚 价值判断出现混乱 人生目标不明 出现迷茫 愿你时长弯下的腰 腰象征的力量 得胜了 才能平安 对不对 打败仗了 没有什么平安 正好对应着这个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到 保罗在解释 犹太人的 是不是究竟被神遗弃了呢 他的答案是 不是的 上帝并没有 弃绝 忘记 他 预先所知道的 就是后面所说的 他所拣选的 预先知道人就招他们来 招他们来 就称他们为义 称他们为义 就让他们得荣耀嘛 所以预先知道就是拣选的概念 上帝预先拣选的人 上帝 并没有忘记 最终一定会让他们 得救 这些人就是愚民 所以 虽然现在我们看 以色列人 保罗那个时代 以色列人 犹太人 很多人刚硬不信 当然他们的刚硬 是他们的缘故 他们的骄傲 他们的愚昧 他们的不信 刚硬是他们的缘故 终极因呢 直接因他们自己的不信和刚硬 终极因呢 保罗谈到这个问题呢 就恩的终极因归于神的怜悯 神的拣选 神拣选是因为他的怜悯嘛 他的爱 他的慈悲 他因着他自己的怜悯 他拣选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好吗 所以他拣选的人 他就施恩给他们 使他们最终能够相信 所以在这里面主要讲到什么 上帝没有忘记和遗弃 他曾经预先所拣选的民 当然这个概念我们要知道 在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拣选 和救恩的拣选 是不一样的 在整个以色列犹太人民族当中 有上帝真正拣选的那个对象 这些愚民 他最终上帝确保他们 能够相信和得救 所以就像以利亚那个时代 看似绝大部分的犹太人 最终不信 悖逆 上帝的救恩计划 或者上帝的所拣选 并没有失败 他也没有弃绝 他所预先知道和拣选的百姓 那后半部分呢 我们看到谈到 外邦人得救之后 二十五节又开始 将来在神特定的一个历史时期 以色列人有全方面 不是全部 有很明显的 这个悔改的这样的事情 保罗也后面还会处理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下下周 我们再处理 那下一周呢 我们会谈 就是关于外邦人得救的内容 好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这节课呢 特别是罗马书这个九章到十一章是至圣所 这个谈到神的预知 神的拣选 这个神学家们之间也脑袋瓜子疼 更何况我们这些人 所以听的时候懵懵的可能 但是尽量我反复和梳理 盼望大家能够理解 所以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思想 不仅是以色列人的救恩的问题 也可以想到我们自身的救恩的问题 上帝在创世之前能预先拣选的我们 才今天呼召我们才能够不刚硬不悖逆 以至于顺服基督来到祂的面前 虽然我们也有很多的软弱和不幸 但是求主怜悯继续施恩给我们 让我们在祂的恩典当中 能更加丰盛 结果子荣耀神 我们求主兼顾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丰盛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众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